海神出入天庭,求得封四界神位,陛下当真对海神轻言有加。 长寿行事也太过谨慎了,而将来在收服伦族仪式上,或西访教也会占据更多主动权。 劫难将至,生机在天。 所以这一次,得做好在金仙节下抢人的准备。 这些景象来天雷幻幻,威力极强,光映剑,倒门神通之血经惩罚。 子鹰符咒,护体金光符。 阵容还是暴露了。 原来,这才是你本来的模样。 这人心眼那么多,怎么是个不到两百岁的小娃娃。 长羹身处大教之症,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 故此…… 玄渡师兄放心,我等不会将他的真容泄露出去。 他这是要跟天杰开战。 准备军团,行动大军。 出动。 师父,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寻残魂,需去六道府。 巫妖大战时期,生灵一批批惨死。 巫术孤魂在世间排火。 巫族祖吾后统娘娘,于心不忍。 化作六道转生盘,镇压在洪荒大地深处。 率巫族高手,建立六道府。 掌管众生魂获。 弟弟在打仗。 正要怎么去六道府,找到师姐的残魂。 。 他怎么站着不动了? 这是心急,乃心魔所望。 若道心不坚定,便无法从中脱离。 直到被天脸披成灰烬。 师父。 灭土,你果然隐瞒了修为。 您都知道了。 我带你入渡仙门,盼你成为人族之榜样。 莫以弱小而弃,莫因豪强而炬。 你呢? 弟子隐瞒修为,只是不愿占因果,未曾害人。 群妖宫山时,以你之能,本可救下诸多同门。 但凭心而论,你可有竭力去救。 你事事计较,考量得势,见义而不详。 有何资格成仙? 为师今日,便清理门户。 你照顾中! 你干吗? 你给我说的。 他伤身太重。 你只是想起来,就被剔成渣了。 我去救人。 再等等。 天蝶即使为文,也是机遇。 落出手干预,至怕会耽搁他的休息。 他不受死。 啊 啊 行了行了 總之 你沒事就好 師父會起我 罵我 打我 敢不會殺我 你不是他 因果循環 亦有其道 世間之事 並非先知先覺為好 我渡過經驗節了 天地與我相近 萬物與我共生 命術與我無術 大道與我共鳴 自此月出六道 人書無此性 五行陰陽同生 戀神 還須自在 這怎麼突然要滅口了 不知窮宵前輩 碧宵前輩 有何指教 這是真顏寶珠 寶珠為綠色 正如你說的是真話 不便為紅色 小心我金腳檢無情 你是男的 是 為何總已化身世人 怕死 膽子這麼小 還敢接近我大姐 可是受玄都師兄指使 原來他們是怕 自家傾傑太過單純 被人算計 這方式 可以 很三小 不是 你對我大姐 可有非分之想 沒有 你說謊了 晚輩還能如何回答 難不成要說 對營宵前輩有非分之想 那你是承認對我大姐 有非分之想了 不要慌 年輕人 畢竟我大姐那麼溫婉 雖然有時候很唠叨 還總管我們 隨便禁足就是幾萬年 她凶起來更可怕 喝醉了還愛跳舞 舞姿 不好說 跪下 人呢 阿三小仙子的性格 果然很讓人 措手不及